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更加不行了 想知道我和旭文匯有甚麼要說 請收看旭文匯客室 旭文匯客室,逢星期六,10時至11時 旭文匯客室,並並合輪 不,寶寶友在外面好像走過一樣已經過了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變大運材 外面的大賽方士接近終點 寶寶友很輕鬆贏出這場香港 一來這樣 不,寶寶友台 來,雲校長輪出了 背上串了 老闆亭,美人駅 好,淨亭主持人 好,她選擇了 全球旅家 嘖無能格 対球 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 這時展現討厥 穩定 便是她摺動 原暗 83.92, that race record has stood since 1980 Winks in front from Kermadek, Winks just in front from Kermadek Oh the Mikey Mare, she's a superstar Winks That's eight in a row for this terrific Mare Winks But Winks has drawn Claire in the Doncaster, here's nine in a row She's a champion Winks A rare achievement for the Coxplate Doncaster Double She's broken all the records today But the champion Mare Winks has drawn away from Rebaldane Hartnell going into third Here's the season premiere of Winks And what a blockbuster season we're in for Here's her seventh group one victory, eleven in a row And she gives these a nice toweling in the Colgate optic white stakes Watch out Melbourne, she's coming back for another Coxplate Is she going to be given a race or not? Now Bowman's just asking her to go Blackheart won't go away but Winks is too good Far too good, there's the unbroken does it at eight group one To ride a horse like this and to come out onto the track part of the race And have the crowd cheer you onto the track I was really moved by that But Winks has raced away around the home turn She's put two, three links on Huddle This is a blitz, it's a Winks blitz Two in a row and she joins the all time great of the turn Winks has won it by six links It's like a dream, simple as that Well she's been doing that to us for a while And to get to this stage last year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for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or thing is Winks the horse Without her, we'd have nothing Alright, we're back to 2月4日 2月4日,初八的馬場USB 我是尤達 和大家八個年再做新精投 新年快樂,最重要是多贏 今天兩個都穿上一件紅衣 新年,希望大家要紅運當頭 我又祝大家,身體健康,橫財就首,心上事成 今天的節目有很多事情要說 因為隔了兩個星期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要說 而且下一節,這個節目之後 期待已久的《毓文匯客室》首播 大家記得看下去 有些人可能早了進來,可以幫我們拉高收視 是的,也要多謝教主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暫時我們的節目還未可以拿回多個半個小時 暫時都是一個小時 看看遲一點,要跟高層賽商議 看看何時可以拿回那半個小時 閒話休題 其實今次的賽事 都有一場八週年紀念銀庭 都有一隻澳門馬 這場馬的歷史就是在未有荷蓮杯之前 以往他負責做賀碎賽馬日的重頭戲 在未有荷蓮杯之前 現在有了荷蓮杯 你看到年初三就很精彩了 現在就變成了一場三級賽 以往這一場 在過年的賽事的時候 這一場的戲碼 其實也是一場相當強的戲碼 還有還有一件事 現在他編排這個賽事 都成為一場打比的 爭入場券的一場重要賽事 大家如果還記得 當年爪王寧雨 就是贏完這一場賽事之後 然後就贏了打比 近幾年都比較少人用這一場來打比 那我稍後說 除了大摩 都有的 你火紅人都是靠這一場 跑這一場之後就拿到入場券 其實都 爭分 你說這一場馬贏了 贏不贏都打比呢 那現在的數據就可能已經那麼強 但是呢 你看到今天都有一隻 明天都有一隻喜連彩星 都是要爭分 選到這一場來跑 那不如我們就研究一下 還有呢 今天我們明天有什麼馬賽 沒有馬退出 沒有馬更換 那好 那我們先去片 首先就是Roll to Derby 因為積了兩個星期的東西 所以要講 上個星期就跑了一場經典一理賽 大家都看到那個名次了 先講經典一理賽之前 首先就要講一下 蕭先生就厲害了 大和數就搞定了 贏得都挺精彩的 而且非常之高人 因為那場馬的巫斯爾 好像在發夢一樣 以1400米 放一隻包裝騎士 放到頭三段跑 1000米 放到58秒多 大和數回來 跟著他這樣跑 都不散 而輕鬆贏 這隻馬都不講得少 蔡若翰可能沒有那隻西方快車 這隻馬 我覺得跑到2000 這隻馬都是今年打比其中一隻 真正分子 其實你問我的話 那接著就講一下經典一理賽 這樣就贏馬的街龍區也很順利成章 其實老實說 你問我那天看 每個港馬都說他狀態很夠 其實我覺得都是最多七成馬左右 都贏你兩個馬位 而巴基之星也都以盡所能 我見到高冬妮很有心的部署 整個形勢都遷就好 他都只是跑第五 看來今年打比都是大摩的王中物 你看到巴基之星都威脅不了他 就算現在跑第二的四季王 他如言如常 一定拿到一張打比入場券 亦都被人交了十分 但去到千八二千 他又不是真的那麼強 如果看血統 我就覺得有點問水 他就已經肯定會跑這個經典盃 即是下個星期 打比那張入場券就拿了 聖德威雖然跑第四 但因為我說過 雖然頭三名一定拿到一張打比入場券 但第四或第五名 他亦都有機會透過大幅加分 而換到一張打比入場券 聖德威亦如緣以上加了他八分 現在94分 應該這張打比入場券 基本上都定過台炸彈 另外巴基之星雖然跑第五 但他都加了三分 亦都沒什麼問題 跑打比 講多一點就是四季王 其實我看回四季王上一場 即是經典一里賽的演出 令我想起一隻馬 那隻是什麼呢 就是姚本輝一隻由德威 即是我覺得他可能 跑完打比campaign之後 他都會集中跑回千四千 千四打千四千六的道士 但是你看到他的部署 即是審習成的部署 他都是想試一下 看看他的場地去到多少 所以接下來那場經典杯 這隻馬的走勢 大家也要留意 因為同齡馬跑 那麼欠了二百米又不是 沒錯 真的欠很多 而且我也不是太介意 那些虧分很嚴重的那些 因為大家同齡馬 我經常都說 同齡馬的平榜賽 其實是進度先後的問題 即是街龍區 一早先走 所以他就高分 但其實後面那些 很多都是達羅素 慢慢追上來 所以其實多多去到打比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評分都會比較接近 今年我暫時看 打比 暫時你問我的形勢 都是阿塞那隻達羅素 鬥阿摩這麼多隻馬 我們看第二張圖 就是年初三 我們經常說的 神一樣的大不列顛錶 又出了一隻好東西 喜旺寶已經兩勝 拿到八十九分 也有一場千八的頭馬 也有一場千六的頭馬 這個打給你入場券 也非常穩妥 如無意外 另外其他方面 就是上星期三 有隻高冬奇 有隻加州載儀 這樣就 收少個賓都不可以 發明小子 炒飯哥 私上混身解鎖 這樣洩位衝上來 這樣過你都沒得好說 但是他都 平榜員都很重手 加了他三分 都要繼續向那個 那這隻馬 我覺得如果他保持著那個form 其實跟著跑馬地 都會有一些 他跟著都會 因為怕他生前失車 那他跟著呢 有些谷草的1650 有些二班那些 給你跑 他應該都可以的 這兩個月左右 和他的賽程廟 他多了幾場那些 枸頭的三班賽事 那些八十五分以上的 應該他這個時候 安排那些枸頭賽事 就是為了給你的馬 去爭分 就不用一定要跑二班 那就可以跑三班 雖然有什麼重磅 那喜旺堡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特別想提一提 那隻哈哈巴巴 那樣就 前一個星期左右 他就千百米 輸了給喜旺堡 但是跟著其實很慘 因為蔡有翰 他同一個馬房 他還有賽程 他還有一隻大鵝素 他就要放在那裡 那他變了 就要迫著跑這場 他就要跑短回二班 但是你記得 這隻馬跑菊草二千二 跑過第二 其實不要緊 2月十九號 除了經典杯之外 同一日是有場 一百分之八十分 二萬二千米 好啦 如果我是蔡陽翰 就跌了深水跑經典杯 我怕他不夠分 他不夠分 就是跑那場 他可能就會同一隻大鵝素 分頭出擊 起碼跑那場二千米 如果贏了的話 拿著七分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入到打比 就有些保留 我就不太看好 那83分 可能是尾班車 他又不是那些什麼 好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好 這樣就 今個禮拜有些什麼馬 都是一些比較低分的馬跑 那些議長那些 待會再講 最主要講一下那隻 樓金錶 61分 他是打比 那麼多隻報名馬 最低分那隻 但是這次跑那場三班千八 就找莫雷拉 幫他跑 有個輕綁 我想他也要接二連三 在這幾個月交出好的表現 才有機會 我想每場要大勝五個馬 每場加十幾分 才有機會 那你又要想回 上年小米州都不是很高分 最後可能有些人 不夠腳 就讓他跑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那現在事實證明 那現在事實證明 小米州再出 現在去到什麼地步 我覺得那個 恩選了他 現在就越來越多人 爭議這個問題 如果你的評判員 覺得這隻馬 是這麼有潛質的 為什麼跑完之後 到現在都還是 現在九十分 再去到這個地步 還要拉倉 還要一隻馬拉倉 所以 胡金錶 我就覺得 真是盡人事 但是你說真的要去到 拿一張入場券 我覺得就真是很敏 辛勒威就受過傷 好像都還未跑得回 未知有 其實那邊都跑長途 那些馬丫和香港有些淵源 他是單身格格的兒子 都要繼續努力 我們現在看一個形勢 現在就是 最後一個頭 有一個表 好了 這樣就 喜旺寶 四季旺 和聖德威 加上達羅素 這四隻馬 就鎖定了那張打比的入場券 因為已經看到 上去前面 基本上現在有 九隻馬 左右 基本上已經是穩奪的入場券 佳龍區 美麗傳承 英雄 喜連彩星 巴基斯星 聖德威 四季旺 再加上達羅素 和喜旺步 這九隻馬 其實應該打比的主角 就是這九隻馬 原無意外 基本上現在只剩五張入場券 給各位繼續努力 現在 暫時就是這樣 好 那回來 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講講第七場 八周年紀念民平的情況 我們去片 片是OK的 有幾條片要看 首先第一條 最主要是看一條一月杯 你看下面那些馬名 有九隻馬 但是 看到這些馬名 有很多都在這裏跑 贏馬那隻就是活力寬騰 天造地刺 形勢已經再贏到一場 然後就是中環大地 你看到 醒目明驅那些 都蝕了跑得好 其實 你問我 好 然後看看一隻喜連彩星 就是外面大愛當 那隻馬 眾所周知 這隻馬 是法國一級賽 巴黎大賽的冠軍 我不止一次說 那次是香港賽馬史上 第一次有法國的三歲一級賽冠軍 亞軍我們就見到冠軍 我真是第一次見到 那所以 這一場的走勢其實都不錯 他這樣考過第九 他沒斷 其實他自己都在爆21 也是偏短 去到好遲才能上去 好 然後看看亞方索 這一場就是冬季錶 其實一直有說 本來他上來下一月杯 現在已經是突出頭 但是沒有來 就變成拍這場 現在就是這一場來考 基本上他在澳門都無敵 現在澳門最高平均 最高平均 也都無敵 基本上現在澳門是不會有馬 夠他跑的 他有點像 就是澳門當局的聯一泳城 好 看看這隻超有利 現在包緊尾那隻其實是超有利 這條片其實是看經典杯 那時候看大和蘇 我猜都會再看 這一場其實又不是主力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毛衍東不是很騎得起這隻 始終毛衍東的騎工 和阿梅 甚至和吳家族 但是你們說歸說 他追得很多 還有這一場的主力 很明顯是看綠色 是綠色勁區的 主力 但是巴道走去過檔 這樣就 這一場馬 很簡單 我先說 你先說 輕綁馬 其實正路應該選一隻喜連彩星 都是說過一次 就是香港賽馬史上第一隻 法國的三歲一級賽冠軍 還有是屬於巴黎大賽 其實如果以法國的地位來說 是屬於classic級的大賽 絕對是 這些馬其實應該是代表法國來考香港名 很老實實 拿著一場二千四之一 但是現在賣給大摩 他跟喜連彩星一樣 這兩隻馬的血統都是垃圾到不得了 很老實說 即是波蘭和這個 波蘭是起連彩星 起連彩星的老爸 起連彩星的老爸 其實就是古摩亞那些 空軍統帥 對 叫做Air Marshal 也是那些古摩亞那些 異線都不得了 連奇劃都不如 衰些說一句 就因為這麼差的血統 但是他有實力 這些破格馬 賣給你 所以 見到 最後那一貨 他拍那隻精氣神 他很明顯 勢比他的精氣神好 所以莫雷拉拿著來跑 精路就選這隻 但是我 這些馬 莫雷拉跑又輕磅 我猜 都是二十幾元 博蘭滿Win 我覺得都是 長莊 都會繼續追下去 買一隻超友利 你看一隻超友利 前一場跟達羅素 我不要計達羅素 你說達羅素有些意外 這樣才贏到他 其實他彈掉後面的紅心勁龍 都差 紅心巨龍 已經彈掉他們來跑 這次難得 他只是虧一分 背著他一一三磅 有個史卓風 你問我馬 Juin 我真的喜歡超友利 如果他現在有十倍 我覺得這些馬 追到斷為止 另外稱氣神 我我自己覺得 起了彩星 其實他還沒有到最 ceiling 精氣神 前一場 他對著一場 一磅 他有很嚴重的意外 所以 就是輸了 所以 跑了第四 那這一馬其實三級賽是甚麼輕磅 那現在的狀態起了,我自己覺得都是值得放回響澳 那最後我都是在醒目明區和阿芳索兩隻馬之間 你的愛區呢? 選擇重磅,馬上發財 我覺得他贏的長褲的銀袋其實是輕磅 即是他握著一二一磅,才有得贏 那現在他握著一三三磅,我真的覺得 後面的賠物都沒有三十多倍 因為只剩七十多元,那我就算了 我選一隻醒目明區,我自己始終都是 他是他和阿芳索之間的兩隻選一隻 因為阿芳索現在跑到澳門,其實基本上他沒得跑 他是馬王,在澳門 但是你要阿芳索握著這個磅 握著128磅 129磅 去讓這些超友力113 喜連彩星114 精氣神117 你要讓這些磅十多磅以上 就真的只有淡笑 以澳門的水張 醒目明區 賈賈地 他都是今年的香港一里錦標 預賽的亞軍和美麗大師 一起跑 今次放回偉達 告冬妮也放了手馬 待會有加州議長 放回到 所以我最後都選一隻醒目明區 我就不拿膽了 四隻狐村 超友力 喜連彩星 精氣神和醒目明區 四隻狐村 就是這樣 四隻狐村 我又有三隻 但我想補充少少 那隻喜連彩星 有兩隻狐村 第一隻是喜連彩星 其實你看回 剛剛初出的那場經典一里 其實你看到他 巴道直路 他一直想給他 想叫他加速 但那隻狐村 一路都拿不到 始終這隻馬 他都是比較偏長 到最後的百多二百米左右 才能撻得著 然後用了一段 都頗厲害 很明顯 現在他跑千八 一定是腳法更加適 還有一件事 始終這隻馬 那個卡士 我不管血統那方面 始終他贏得巴黎大賽 你還要是 那場馬 他那個巴黎 那場馬 其實他有少少 走位 他有少少 放在跟前一點 然後就搜好位 然後就衝 不斷就打出來 贏了一隻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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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守著好位 這樣衝上來 我覺得這場馬 他揹一小十三磅 一一三磅 其實那個形勢就很好走 還有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選他先 而不選擇超有利 雖然我也有選擇超有利 就是看回你 其實超有利 其實今季已經贏了兩場 其實對看來講 其實之前那兩場 其實用力都不少 第三場放在毛顯東 雖然他輸 但馬真的好fit 真的好fit之下 你都可以 騎不動 都可以自己湧上來 那隻馬是真的好fit 還有這場馬 如果他真的超有利 是可以贏的 就是這113磅 是一個絕對的關鍵 所以其實這一對馬 我覺得 應該都是Q 都沒什麼走雞 為什麼我會兜回阿芳索呢 如果這次劉志森就厲害了 他跑完那場冬季錦標之後 就慢慢跌了心水 就過來這裡跑這一場 那他還要找回潘頓 那我覺得潘頓的發揮 就怎樣都跟高均圖 雖然我不是高均圖差 而是說 你找回一個熟悉沙田馬場的人去跑 那我當那個制裕一定會好些 那還有 你看回他去年 他跑那個港澳杯 其實這隻馬 那個卡士是不頑 雖然他上一場 他上一場 如果大家還記得 他輸給馬上發財那場的婦女銀袋 雖然他的名次是比較後 但其實他不是輸得很遠 輸兩個多馬位 所以 當然那場馬 他揉1.16磅 現在揉1.29 當然這個故事就不同 可能 但是這隻馬勝在 真的很好 雖然來到香港 雖然就沒有什麼傳媒 去說一下這隻馬 來港備戰的情況 但是我看回那些操練片段 其實這隻馬真的很好 還有這個五檔 亦都是不過不失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隨時刷入三三四四 其實文書很早已經預訂了潘棠 所以就不出奇 所以他進來 而且你此消彼獎 你好像馬上發財火紅人 活力寬騰 活力寬騰就剛剛贏了 日語寬騰 馬上發財火紅人 他們都叫做跑完國際賽 之後他再出那兩場 那場他跑菊草 但是始終覺得他還是一個回氣階段 甚至乎你說醒目明驅 就叫做走勢比較好一點的一隻 那精氣神 喜連巨星就更加不用說 所以我覺得兜兜還賣 在那一集跑完國際賽馬當中 我就覺得這隻醒目明驅 再加上的富榜又好一點 那達少那些 那達少那些 即是被人看下風那些 即是不要留下 即是覺得他上風那些 就可能有些戒陣 但是如果他被視為下風馬 那你仿旺他就可以 撩一撩一撩 而他一個賠率都不是太難 都是六十多元 所以我就要回這四隻 八號喜連彩星 九號超有利 三號阿芳索 和五號的醒目明驅 其實阿芳索那場又不是真的跑得很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那場的頭四名 第一是馬上發財 最後香港盃都不是輸很多 第二就是喜連掌聲 上個月幾天前 剛剛贏過一級賽 港市盃 第三那隻是東方快車 第四那隻都說的是天才 那這次其實是沒有這些馬 但始終我覺得 我始終都是側重我三隻 輕磅馬行先 大家都是選輕磅馬 因為阿芳索我始終忌 就忌他的一二九磅 他其實都是如果你們有膽 就拖著他 我覺得也OK OK 那我們事不宜遲 就講完下一場 我們先去第八場的片 是的 首先要看一隻加州議長 這隻馬其實上場贏的難度是很高 不是說他初跑泥地那麼簡單 這一場馬呢 他呢 那個頭兩段花藥流星的斷速 是快過同一日那一班那一班 那一班千二米 那他最後現在做的時間 亦都快過當日那一班千二米 亦都 他什麼都活力補十七磅 彈掉了一隻的愛寶 所以這隻馬其實那一場是證實很厲害 那接著我們看一隻健康寬笑 亦都可以看一隻加州議長 那這隻馬上場的時間 他真的放得很快 他就是加州議長 那但是健康寬笑 其實今年轉去審習城馬房 其實都很當銳 那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自己覺得這隻健康寬笑 都是要趁他用的時候 都要繼續用它 那你也證實了 這一組對手其實也很強 還有美麗傳承 劍斷浪 加州議長 那健康寬笑 亦都值得放回 好了 那接著是彩福 那天就落寵飛 搏殺得手 和無敵飛龍 那一場無敵飛龍 就出閘脫腳 那彩福這隻馬 其實二班老實實說 都捉襟見奏的 老實實 這一隻彩福 所以都要趁他feed 好好把握機會 要用完它 如果不是其實都 都真的祝你好運 如果不是的話 好了 那最後就看一隻一片光明 那它其實就 沒有布打比 這隻雖然是四歲馬 但是其實就 隨雨石一貫的馬 還有這隻辣得狠 他們兩隻都是 跑千四米 很忠心總成的一隻馬 那所以就 你問我 那它這一場 無敵飛龍 和那隻聖輝 其實都很厲害的馬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始終 都要兜回它在那裡 那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看完片之後 就暫時休息一會 那我們跟著回來 就會繼續講這一場 那過場的時候 我們就給了第二條 就是去年2016 世界排名第二名的 閃亮加州的一段短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一節再見 California Chrome 是歸在旁邊 California Chrome 是在前面 他在前面 保留一下 California Chrome 是進入 這隻馬來自成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着他周圍 很引积的 但他也很柔軟 Norwegian Chrome 在他的季度上是孤獨又 在孤獨又 他愛他拍照 他愛他人 他只是挺一張照顧 的一輪車 你不想要